欢迎收看《沙巴星舟日报》陈间新闻 先让我们关注今日一则关于竞选的头条新闻 民主行动党第15届大选草拟竞选宣言核心小组主任陈洪坚透露 他们以更务实和契合时下情况 拟定最适合的大选宣言 他披露本届大选的竞选宣言 不在意之前被他们形容为包山包海的大选宣言方式呈现 他们也会做出不一样的改革和改变 目前行动党正签订于30个时下及未来需要面对的课题和挑战 整理成合适的方案 我们和人民都需要一个务实的态度去治理国家 陈洪坚也是行动党籍亚比国会议员 他在上届大选同样负责草拟及整理东马部分的竞选宣言 他在接受《沙巴星舟日报》专访时 直言他们当初在拟定竞选宣言时太过理想化 也缺乏执政的经验 我认为不能说我们之前是乱开空头支票 我们当初是太过理想化 很多数据也没有精准的 落实沙沙35%国席陈洪坚说 从上议院开始改革 民主行动党亚比国会议员陈洪坚建议政府 参照同样落实联邦的美国参众两院做法 先由我国上议院开始改革 让全国各州都有平等的席位 当然 如果要从上议院下手 开始落实35%一席 肯定会比现在依据人口分配选区的下议院来得容易 也可以先看看成效如何 他表示他不完全认同这个一刀切的做法 SMJ房屋宣传图遭滥用 沙巴首长署提醒民众别上当 沙巴首长拿多哈之之诺图像 及沙巴州政府徽章遭到有心人滥用 成为把流量引导至其他网站的点击诱饵 clickbait社交媒体今日出现多个职位空缺带填补 及申请SMJ亲善房屋 Ruma SMJ的宣传图片 当中印有哈之之头像及州政府徽章 并发声申请网址 首长署媒体及通讯办公室 今日强调相关宣传图片是不实的 也提醒民众应小心警惕 以免受骗 首长署媒体及通讯办公室 在文告中指出 相关宣传图片中充斥虚假信息 其目的只是把流量引流至某个网站的点击诱饵 申请表在社媒疯传 沙巴政府否认发外民卡 沙巴州政府今日强调 州籍联邦政府不曾像在沙巴州内 纳民或身在国内外任何地方的外籍者 发出任何身份证件 沙巴首长署州内事务及研究办事处 今日指出 当局近来发现社交媒体脸书 及手机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流传被指示非公民外籍者数码卡 以及非公民在沙定居申请表格 该办事处在发表的文告中强调 相关外籍数码卡及申请表格时不时的 并促请民众误相信及继续散播相关信息 他们也重申 州及联邦政府不曾向外籍者发现相关身份证件 沙巴增152确诊 5患者肺部感染需氧气 沙巴昨天新增152宗冠病病例 当中5名患者属于第四阶段 及肺部感染及需要氧气 沙巴关病事务发言人拿督马希迪指出 昨天的新例中 除了上述5宗第四阶段病例 共145宗属于第1和第2阶段 另2宗为第3阶段 他表示 昨天有2238个检测样本 呈阳率为8.22% 较前天的7.36%高 再来看一则豆湖新闻 父母出门上班 两桶玩火烧两屋 大人不在家 两名小孩玩火 结果引发火灾烧毁两间屋子 这起火灾是于今早约9时30分 在阿拔失路二厘的哈芝孙杜巷一带发生 导致一人昏倒被送院治疗 索性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据悉 这起火灾是因为两名分别为5岁及6岁的男童 玩火柴引起 事发时 这两兄弟身在其中一间屋子的楼上房间内 父母则出门上班 分两阶段施工 山打根中央巴刹27日起关闭 京师议会与各方商讨一决 山打根市区中央巴刹将于本月27日 星期二起全面关闭 并分成两个施工阶段 首阶段耗时10日 次阶段则耗时两个月 从本月27日起 市区中央巴刹三层楼将同步进行提升工程 二楼及三楼提升工程施工期为10日 换言之 二及三楼荡贩10天后就能重返巴刹开档营业 巴刹底层提升工程施工期为两个月 市议会将为荡贩提供临时场地 让他们可在施工期间继续营业 为当局至今未对临时场地做进一步披露 扎巴青州为您报道